在主播画面中可以看到男子被警察包围压制在地 他的同伴也被上铐进行搜身 原来这两名移工刚刚拒绝盘查 抛给警察追 立刻招待 7号凌晨新北市保安大队在三重巡逻时 发现两名男子神色慌张急着搭上计程车 上前盘查要求出示证件 两名男子竟拒绝配合突然拔腿狂奔 原警立刻追捕不到几秒就追上两人压制在地 原来两名男子是越南籍 担心失联移工的身份曝光才会心虚逃跑 被警方立刻上靠逮捕 非疑违反出国移民法送至移民署新北专情队 以上掌握下次主播 明镜 calling